- 大家早安 嗨大家早安 我今天要去Svetsingen 去校外教學 我們今天好像是要去參觀它的市區 還有一個花園 之後大家可以自己決定要不要去觀光那邊的成丹市集 我今天最主要還要去那邊的迪卡農買一些東西 因為我這幾天在迪卡農的網站上網購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他都沒有辦法結帳 這附近的迪卡農就在Svetsingen 所以就打算去那邊看看 今天不知道為什麼這麼多人要搭車 要坐快篩 現在要進去這個應該是城堡還是花園的地方 好 超級少人 人人票五歐 打折的學生票應該是2.5吧 前面看起來好像是聖誕司級的樣子 我怎麼都沒人 今天星期六歐 還是因為早上太早了 我們的門票長得更還都把我撐飽的 好笑 這是油霧車欸 他是騎腳踏車的 超酷的 好環保喔 哇 超到這種桌子的 我們從中進到大街 我們往後到大街 就是她是要去走的 是最好 超級快 我說個大街 但是我們一定要離開 走向往前 到前面 然後是 超級快 大街 哇 現在是塗的這裡 夏天的時候都是花 然後它這旁邊這個塗的高度也都是設計過 這邊看到很多像這個蓋起來的東西都是噴泉 冬天的時候就會防止它解凍所以就會蓋起來 這個它就是用不同顏色的石頭 總之就是這個花園都是很設計的 現在冬天來都是這樣光圖圖耶 然後剛剛就是給你們看到的地圖 左右旁邊這個房子的 就把這前面的花園圈圈出一個大大的圓形出來 對這邊就是另外一個半園 中間就是花園 因為現在冬天了 每一邊都穿這樣繃繃然後戴手套 大家都圓圓的 前面這邊在春天的時候都會有盛開的櫻花 應該是櫻黃 會有超級多的亞洲的攝影師都來這裡拍照 他們超愛這個景 前面這邊現在蓋起來的小房子都是噴泉 一個噴泉 在那時候好像是唯一還是第一個之類的 所以全部同時噴出水來的噴泉 它那時候就是四號這個設計 你都走一走就有一個澎泉 這裡 這裡春天夏天還是很漂亮 可惜現在什麼都沒有 也就是剛才說春天夏天的時候會有櫻花的地方 這就是樹藍嗎 它都煎得一模一樣 這個 這是給阿拉伯而已 哇 好中東喔 可是這裡會沒有中東 哇 好阿拉伯喔 哇 好酷喔 哇 粉紅色的 這些阿拉伯文很多都是寫錯的 因為他們就只是想要一個裝飾人 所以他就只有裝飾性 可是那時候建造的人 你想要在這裡有一個這種風格的建築 他可能很喜歡這個風格 所以他就撿了一個 這感覺就是歐洲的文工貴族想要在他的花園裡蓋一個中式體驗 原頂 這個建築裡裡歪歪都是這個灰灰的感覺 所以他的顏色都沒有很亮 然後他的裝飾也就是 裝飾 是不是也沒什麼裝飾 背面 這邊 這裡是英式花園 前面這個是一個假的遺跡 就是它是蓋出來 特別蓋成這個樣子 因為遺跡就是代表 所有事情都不是永恆的 所以就讓大家 要記得這是這件事情 這邊就特別蓋了一個遺跡在這裡 現在已經可以看出來英式花園的特色了 路都是這樣子彎彎的 只是設計過的紙的路 而且整處都會有驚喜 你不會知道下一個地方 這邊會不會突然多出一個雕像 或是多出一個蛇 它剛才那種整整齊齊的就是法式花園 哇喔 它連這個石頭都是假造出來 要崩塌的樣子 好好笑喔 現在要走上去看看啊 有樓梯可以上去 這邊上塔的樓梯就是這樣 一轉一轉一轉 不知道轉到什麼時候的都太大 這裡試試看 你喜歡 看剛才這一棟 都要是不是金城市的店主 這個角度還漂亮 金城市花園真的直接 慢慢的路繞來繞去 不知道繞去哪裡 感覺很容易迷路 我同學人超好的 一個巴西來的女生 今天因為想說 感覺應該還好 不用戴手套真的 所以我就沒有戴 就沒想要 說是手指很冷 她這個剛才有多的手套 她就借我這個 她的手套 雖然有點大 但是人超好的 小屠夫 這個橋 這個橋 那好 平時有很多人 平時有很多橋 所以又有一個小 小吃的 大吃堂的 今天還有 不知道是鴨子 還是天鵝的在游泳 好像真的是天鵝 冬天還要游泳 好冷喔 好像是太陽神 好像天線寶寶那邊 哇 欸 連這個天頂 是不是天頂 拱頂裡面都還有 太可怕了吧 我一定要拍下來 哇 居然在拍婚紗 也太冷了吧 哇好漂亮喔 太酷了吧 也太冷了吧 哇哇哇 還要脫掉 天啊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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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這個是李拉琴 然後這是阿波羅 可是我一直那麼短 為什麼他腰肉有感覺 然後這個 還有一個劇場 超級的超級的超級的 這個太陽 阿波羅的太陽都有臉 這裡是一個小公寓 裡面有書房 客廳 跟浴室 你看 他的浴室 有大理石做的啦 澡盆之類的嗎 一家人的 假日交遊行程 上面有一個鳥的雕像 這裡也是一個澎泉 他怎麼中式山水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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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光是怎麼打的 自然光從背面打過來了 這個好像叫做世界盡頭 是不是剛才看到的那個 剛才的阿波羅店 就是教堂 沒有人 這個是自己做的東西耶 曼德拉德 這是杏仁的果醬 什麼杏仁醬 這是餅乾 曼德 我看他的毛帽耶 毛帽1.10歐 我看他們走 我看他們走 我們每天到六面天 是嗎 嗨 大家 現在 6點 那我已經回到宿舍了 剛才把我什麼突然超級想喝可樂 所以去買了一罐這個 可口可樂 今天就是去了那個 主要就是去看那個王宮 還有他的花園 再來就是去聖誕市集逛逛 最後就是有去迪卡農 那是因為今天在迪卡農裡面 完全忘記要錄影了 我真的在那邊找 他知道我要買了所有東西 所以就沒有錄到裡面 但是超多人 大家都去那邊買東西 那我明天準備要來點我的第一根蠟燭 聖誕花環的蠟燭 終於要明天要點第一根 那後面是我那天買的那個 獎禮日裡巧克力的 給你們看喔 今天是迪卡農買的 就是這些 首先呢就是一個腳踏車的安全帽 因為我想說既然我現在已經 每個星期四都一定會至少騎一次腳踏車 有可能之後我還會 駕駛的時候騎車去附近晃晃 所以想說那買一個安全帽比較好 這個不是最便宜的 但是也很便宜 它是49.99 然後我還買了這個 這個是包包用的雨罩 因為我想說之後如果去健行的話 遇到下雨 這個可以擋比較多的雨 雖然我這個包包已經有一點防水 但是它是防潑水的 然後我還買了一條這個 微薄 戴在脖子上的這條 超級便宜 2.99欧 我想說如果騎腳踏車或是 健行的時候 帶我已經比較不方便 那還有一個這個就是 我都叫它包頭 就是洗完頭髮之後可以把 頭髮這樣子弄起來的一個毛巾 它這個應該是快感的 之後出去玩的話比較方便 我還買了一條這個是 西式排汗的褲子 它其實是滑雪用的 但是我想說 那我就是健行跟騎腳踏車的時候可以穿 最後還買了一件這個 也是西式排汗的內大衣 所以今天總共在迪卡諾花了這麼多錢 而且我今天忘記給你們拍到 那個結帳的東西真的是超酷 它的自助結帳櫃台 就是有一個像是大箱子的東西 就把你這些所有的東西 用一個一個放就全部丟進去 丟進去之後它就會直接列出你買了這些所有的東西 然後你就可以直接刷卡結帳 我真的超傻眼的想說 天啊這什麼黑科技 我原本以為要我自己一個一個刷條嘛 結果它就全部都直接丟進一個大箱子裡耶 真的直接丟進去 真的超猛的 我想說這到底什麼啊超傻眼的 對就是這樣子 我明天準備要去我同學的宿舍那邊包水餃 我之前從來沒有在台灣的時候自己做水餃皮 然後包水餃 到時候再給你們看看我們包出來的水餃是怎麼樣 我覺得只要肉餡有調味應該不會難吃啊 就只是長得很醜而已 我明天再帶你們公園去包水餃 那我現在要來喝可樂跟等一下要來吃晚餐了 那就明天再見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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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en 就可以了 MARK 小 harvested 打